夜宫好龙 潭 茶壶 茶碗上都是各式各样的龙 他出门乘坐的马车上也叼着龙 他的衣服壁子上也绣着龙 他有人谈话时张口闭口都是龙 人们都说夜宫爱龙爱到了极点 天上的真龙听说夜宫如此好龙 决定亲自去拜访他 这天中午夜宫正在午睡 真龙张牙舞爪的爬在窗口等他醒 夜宫睡梦中还是梦着龙 口中还嘟囔着龙 夜宫醒来以后来到窗前梳着龙 猛然看见附在窗口的真龙 妈呀 夜宫尖叫一声退到墙角吓得颤抖不止 真龙借夜宫下的面色灰白双眼花质 叹口气转身鼻子呢 后来人们都嘲笑夜宫喜欢家宫不喜欢真龙 小朋友们夜宫后就是来自这个故事 比喻名义上喜欢猛屋 实际上并且